大家好,那好久没有回来做视频了 觉得我好像终于活过来那个感觉 因为上个星期特别忙 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做视频 然后今天终于空下来一点 那我就在家里做一个Vlog 那我今天就不录了 就给大家讲讲我最近又买了些什么东西吧 那我在Costco呢 就看到这个StuffAnimal 然后好像那个中国人的那个论坛呢 都是说这个特别柔软啊 特别价格特别好 因为10块钱一个嘛 我就还是忍不下买了两个 它一共好像是四个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 然后呢我在Costco看到四个不同的 然后可能10块钱一个 但是我觉得买完了以后觉得好大哦 没有地方可以放 我可能打算把它给缓掉 因为我觉得家里面没有地方可以放 我放在不同的沙发上面 都好像觉得太大了 然后我还想给大家看 我在那Costco买了些什么 那我们就去我们房间的那个厨房吧 今天稍微有空 稍微比了一下家里面 其实家里面挺乱的 然后呢 我就是在Costco就是上次去的时候买了那个一箱的那个石榴 这个石榴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拨起来蛮麻烦的 然后一共是六个 我吃了一个还不错 很甜 然后呢我在Costco 哦 不是在Costco 在那个 那个Sams买了这个 Kiwi 然后那个Kiwi是这样子的 很甜 这样子吃的 它是一个黄色的Kiwi 蛮好吃的 在Sams买的 然后我也吃了一个今天 觉得不错 我朋友给我介绍 然后最喜欢吃的呢 今天这次是第二次买是这个 那个西红柿 不是西红柿 那个柿子 在Costco买的 柿子 这个很甜 是硬的那种柿子 然后我就上次买过一盒 一一盒嘛 然后我这次买两盒 已经吃了一盒了 我一天可能吃两个 然后就我一个人吃 家里没有别人吃 因为好像他们家里 我儿子跟我老公都不怎么样 特别喜欢吃 不喜欢吃 所以呢 我就我就自己吃 然后我还买了一些那个 这个就是什么 你们应该叫这个吧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牛油果吗 然后 好 那就是最近 买了一些水果 然后还买了一些那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papaya 还没吃 然后 这个也是Costco买的 这个Coconut的一个 听说 很好吃 然后我就 我就是在看别人的评论 说很好吃 我就忍不住买两袋 但是我觉得吃了以后 我觉得也还好 所以我可能一袋要退了 一袋拆开来了 我忘记放哪里了 反正 对 好吧 那 我看看 我就是家里面 圣诞的装饰吧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我今年没有把所有的 装饰的东西 圣诞装饰东西都拿出来 就觉得 哎呀 拿出来 然后好麻烦 然后放回去 所以我就稍微布置了一下 就随便看看吧 好吧 你看这些 这些塑料袋 都是我没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还有好多那种 我以前on sale 买的一些圣诞的 那些装饰品 像这棵树上 我其实有好多 好多不同的 都没有拿出来 然后呢 我下面还没有放礼物 其实我在 我在那个美国 不是像那种 真正美国人 特别喜欢 你知道吗 送礼物啊 或者是什么 圣诞节之夜 什么 还去教会那种 我们不去的 所以送礼物的话 也没有什么礼物 我给我儿子买了个礼物 我跟老公买了一个 跟那个儿子买了一个 学骑车的一个 balanced bike 然后我儿子特别喜欢 玩这个 这个是我积累的 那个 那个 就是什么 global ball 他喜欢那个下雪 就喜欢在玩 这个还蛮小的 所以他拿的 我不怕会摔坏 好 很多东西买的时候吧 我这些东西 都是圣诞节以后 去商店买的 比如说树啊 麦西啊 什么都是圣诞节以后 去买 我不喜欢买原价的东西嘛 所以这些什么 这种装饰品啊 这些乱七八装饰品 都是我那个圣诞节以后 打折以后买的 像我这个圣诞节一个 这个elf on the shelf 这个game嘛 你看都在Ross买的 那么便宜就买了 这个game特别好玩 然后我儿子 我儿子现在不会玩 但是他也是蛮喜欢玩的 然后我跟我老公 和家人 朋友来就玩这个 这个game 圣诞节气氛 然后我还给我儿子 买了一个圣诞 圣诞节的书 就是圣诞过后吧 你可以去买一些 那种圣诞的 圣诞节的书 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现在 没事的话 晚上就给他读一读 然后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 特喜欢吃这个饼干 我是好像过节 每次圣诞节 都要买一个 那么大盒 然后我儿子 也很喜欢吃 这个是有点 就是比较会肥的嘛 所以就是稍微节制一点 但是我就特喜欢吃这个饼干 所以买了那么大一包 好 那我现在在听那个Coco Lee的song 在那个 在那个Spotify 好 还有就是想给大家分享嘛 就是想说 像我这里哦 就是 这个也是圣诞的一些灯啊 什么的 然后我们家外面 也有装灯今年 然后可能再去发 再去录一个别的视频 给你们看 现在看不到 因为现在太亮了 好 那我们就快点讲一讲 我就是最近 买的一些圣诞礼物 跟那个收到的圣诞礼物吧 就是圣诞节嘛 特别是像我家人 跟那个 我儿子的老师什么 都要送礼嘛 所以我就在Marshall's 看到这个礼品还不错 就打算送给他们 这个是你知道 那个牌子嘛 Saur Roto 那个什么 那个body lotion 我买了五盒 然后自己用了一盒 然后那个味道特好闻 是我朋友给我介绍的 然后呢 嗯 价格很便宜 所以我打算就是 这么大一盒 就是送给 艾文的老师什么的 或者是朋友 包装什么的 都蛮大气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是手游 这个牌子的手游 然后我也是买了三盒 一盒自己用 我已经打开了 放在化妆包里面 然后这个呢 这盒是打算送给我妈妈的 他一月份会过来看我 我就给他这个 然后呢 这个是可能就是送人的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包装什么特别容易 然后很漂亮打开 好 那然后接下来 这个也是在网马买的 是那个圣诞节以后买 所以我就圣诞节 去年圣诞节以后 去网马买了好多那个圣诞节的东西 就是好便宜哦 好 这一箱 这一箱那个美妆啊 什么的 护肤啊 什么都是我妈寄给我的 是他那个在missi上班 然后呢就是40% off 就是打6折那种嘛 就是 然后他每年是两次活动 我每年都会要他帮我买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都不便宜嘛 打好折以后 用完一些他的coupon 什么也要300块钱 我才想这些东西可能就都五六百块钱了吧 我才想 好 那就看看我跟他说 要叫他帮我买些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sashido的那个擦脸的那个棉花片 这个特好用 然后呢 我家里好像还有两包 我就是一直喜欢囤着 然后我可能在做一个就是囤货的视频 其实我家里面有好多囤货 好 那这次新试用的呢 就是兰抗 兰抗好像买了好多东西 兰抗这个是一个toner 我是觉得toner就是不会觉得少嘛 不会嫌少 不会嫌多 不会嫌少 哼 话都不会讲了 好 这个是从来没有用过粉水 听说是很好用 因为我是觉得天冷了 就是有点补那个补湿嘛 但是我是觉得他那个做敷脸 我觉得不行 因为他太稠了那种 好像我的那个敷脸的片都不能够湿掉 就是觉得 我就现在就是倒在这个海绵上面 然后就发在 就是擦在脸上 不是用敷脸的 我就太稠了 不过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好 第二个东西呢 我也开始用了 这个粉水 我已经开始用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也用了两片 是那个 Suchido的一个 那个 eye mask 是12片 所以应该用的也蛮快的 因为12片的话 一个星期用一片或两片的话 就很快用完了嘛 我这个应该会回购 因为我觉得 对我的皱门还蛮有效的 因为我用它这个牌子的 那个同样系列的一个眼霜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我最近发现 我可能要涂一点 因为我真的觉得 家里面 Mask很少 所以 我这个就是蛮强烈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 Costco 我在Costco也看到过 可能以后看到就会买 还蛮便宜的 Costco的 那个价钱 然后这个呢 是那个小安瓶 那个 Lancum的小安瓶 没有用过 第一次用 我也打开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网上用的 是那个 好像敏感性皮肤 就是如果皮肤红色 我刚刚用了可能五六次 觉得没有什么特大的效果 但是我最近皮肤其实 又开始 什么 长痘啊 什么 因为我最近 工作有点 有点 压力比较大一点 所以皮肤又开始 出点问题 然后呢 也就是没有空 给大家录视频 就是因为我工作特别忙 好 那这个是回购 囤货的一个产品 是那个小安瓶 不是 小黑瓶 这个就不用讲了 是这个大型的那种 这个可以用很久 特我叫我妈妈买两瓶 这样子 我开一瓶 那一瓶就没有开 因为我如果买一瓶特大的 什么3.4毫升那种 就会 一瓶就会开着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还是买两瓶 比较好 这个也很贵 都是170多块钱吧 所以 我看我妈妈好像 打了折以后 都还有300块钱 Anyway 好 那最后一 最后两样 是最后两样吗 最后两样就是这个 Clinic的腮红 这两个颜色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我有两个很有名的 就是很喜欢的 已经 也是两年之前买的吧 一年两年之前买 这个是好像最近很火 在那个韩国啊 日本的都很火 像什么 Fig Pop 跟这个 Colapop 我是其实不太想买太多的美妆 但是 我是觉得这个 好像听说还可以用 用作它做眼影嘛 所以我就 就我妈买了两个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用胭脂的 就是觉得 然后可以 可以做那个 眼影 所以就买了这两个颜色 这种颜色 好像蛮火的 我已经用过了 但是呢 我最近可能是 压力比较大一点 所以就觉得 整个人最近 好像有点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觉得 没有说那么那么美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心情好的时候 擦着可能 我就会心情好 就可以会觉得美 但是这个颜色 真的很漂亮 我下次给大家 做一个那个Swatch 现在那个 我拿着手机 好吧 那我 我最近就是 把我家里的那个 照行机找到了 但是呢 那个memory card找不到 所以我都不能够 那个做视频 我用了两个 那个 就是那个 拍照的那个 相机 但是memory card找不到的话 我也不能录视频 所以 等我找到了以后 我再给大家 做更多的Vlog 现在的话 就凑合点 因为我觉得 用这个iPhone 做Vlog的话 好像我看 就是如果 我录我自己的话 它 我就觉得 看错镜头 就觉得 人会眼睛是斜的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这个是我们家外面 是那个 住在Golf Course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外面 这个 这个家里面的 那个 这个外面的家具 其实也是Costco买的 我觉得 我其实蛮喜欢Costco的 但是 这个东西 我们家是朝 朝北嘛 然后 就是背着 背着北的 就是这个是北方 然后这个是 朝 朝 朝南吗 然后 不是 朝 对 朝南 所以说 但是 我这个其实 那个 这个 派流也很少去 最近其实 应该气候蛮好 我应该在外面去 多 多待待 好吧 但是我儿子 在外面也玩 所以我有的时候 会出去 坐在那边 好啦 我今天就先录到这里啦 家里是 家里其实还蛮乱的 嗯 我 我 如果你们喜欢看我在家里做Vlog的话 那就跟我说一声 因为我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些 家里有的没的 然后 你知道吗 就是 看吧 如果你们喜欢看这样的视频的话 就跟我讲 好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